我先后飞过就是出轿6之后 高较8然后歼7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停止了改装 然后转到了咱们大运输运输机的一个飞行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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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也感觉这样一个大国重器 然后摆在你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你就要有一种国之大者的责任 这属于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时代的馈责 我也很感激这个时代能有这样的机会 第一年登上飞机的那一年 是我们U20首装我们单位的那一年 然后没有想到我到现在 毕业这么多年 然后还有机会能够跟U20一起成长 我觉得也是很荣幸的 王燕燃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原来王燕燃就是今年空军接新学员入学的唯一一个 U20女飞行员 这次航展 他就将空军航空大学的新学员送到了长春 用U20接新学员 这个开学大礼包果然豪华 看到每一个学员上飞机之前 都要先看一下飞机 然后仰望一下昆蓬的翅膀 昆蓬的机翼 他们第一次跟天空的接触 或者说跟梦想的接触 就是咱们昆蓬来带他们一起 我还是非常羡慕的 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初心 保持对飞行的热爱 不要只上9万里 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感谢观看